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那个项目呢叫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它是在Signhart人文教育学员旗下的 然后在接下来就是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呢 然后我就是在联合国呀 还有那个MTV电视台 还有一些广告公司有过这些好几年的媒体相关的这个从业经验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纽约大学的这个常媒专业 首先咱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就是看看这个学校的简介 然后这个传媒专业是有哪些可供选择 然后这些专业呢分别是设置在哪些院系旗下的 然后这些专业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课程是怎么设置的 然后最后一部分再跟同学们聊一聊 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传媒专业 怎么去找实习 怎么去找工作 好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学校简介 纽约大学相信大家也本身比较熟悉了 这里跟大家再重新这个回顾一下 纽约大学呢 它简称是NYU 然后全称是New York University 它成立于1831年 是一所位于纽约的著名私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由18个学院和研究所组成 目前呢是全美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私立 在盈利高等教育制度之一 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这个学校地理位置位于纽约的夏城区 它这个西边有格林尼志村和这个西村 东边呢有这个东村 然后这个东西村和格林尼志村呢 是纽约这个市建市时候 最先发展的这个老城区 非常有历史 然后文化艺术气息也非常浓 又这个聚集了一大批艺术家 和这个人文学者 在那个纽约大学的南边呢 紧挨着的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这个SOHO购物区 所以学校属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在这个市中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 然后也是资讯非常便利 当然也有个不好的就是离这个购物太近了 大家经常学习着学习着就去买东西了 这个学习还是要好好地关注我自己的这个学业生活 然后它现在有三大校区 就是纽约主校区 然后在阿布达比有一个校区 上海校区呢是前几年 然后由这个NYU 这个也是Stein Hart的一个教授 他牵头的 然后跟上海的当年 跟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应该是要合作建立的 像这三大校区呢都是可以招收学生了 然后大家要申请的话 这三个校区都可以申请 那咱们今天晚上讲的呢 主要是以这个纽约校区的申请为主 然后这个NYU三大校区呢 以外还有一些这个Study abroad项目的合作院校 学生总量加起来呢 现在目前有超过五万多人 这个学生总量倒是没什么变化 这几年没有这个特别明显显著的增长 一直是这个人数 然后咱们来说说这个优势学科 说起这个NYU呢 就是纽约市的人基本上是认为 NYU是一个大艺校 就是以这个艺术商科建长 然后他这个 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艺术 艺术呢 它是说到艺术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PISH 它是这个艺术学院 然后是全美最佳的艺术学院之一 电影系还导演系 这相关的这些都非常发达 然后狮子力量也非常雄厚 这个也是群星垂涎的中业 然后商业 商业呢 就是商科就是说到咱们这个 Stern School 然后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商学院 然后 这个全美 在今年2019的全美商学院排名 它是排第13名 然后Part-time MBA这个项目呢 是排第4名 Part-time MBA这个项目 有很多这个纽约 在纽约工作的这个小白领 然后他们就是 想要有一颗继续深造的心 他们就很多会申请这个项目 来这个入读 这个项目 整个这个入学也是非常的竞争激烈 非常受欢迎 然后第三个呢 咱们说说这个NYU的法学院 也是非常好的 他这个这六所法学院呢 也合称被称为T6 是超级法学院 这个法学院呢 也是这个台湾著名 这个前总统 马英九的这个母校 然后传媒呢 咱们这个具体到后面来说一说 NYU的传媒系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到时候我也会跟大家 具体的说一说 我就读的 曾经就读的这个项目 就是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就是我们都叫他NCC项目的 这个一些历史 然后还有一个医学院 NYU的医学院 相信大家可能就是 应该是去年看到新闻 就是来NYU读医学院的学生的话 他是提供全额奖学金的 然后但是就是他的牙医学院呢 其实是更好的 他这个他认为说是全美 就是被2017年泰晤士报 世界大学排名 认为是全美第二的这个 这个医学院项目 好 然后其实除了这五个 就是传统的优势学科以外 NYU的这个应用数学系和化学系也是非常好的 整体来说 学校的这个客人实力还是比较坚挺 然后得到业界的一些认可 好 咱们接下来看 这个2022届的这个录取数据 这个数据来源呢 是NYU官网上发布的一个 就是关于2022届录取的一些 事实 facts一些 首先咱们看这个录取率 是从2013年到2018年 是逐年下降 就说明咱们这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2018年呢 这个官方的说法是降到了20%的录取率以下 就是迎来了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但是国际学生的申请总数呢 提高了13% 然后录取学生SAT中位数分数 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性高 是1440分的这个中位数 不是平均分是中位数 然后 所以咱们要申请这个NYU院系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好好的找咱们的一些专家 来就是好好咨询一下 看看有哪些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申请优势 好 接下来 然后咱们来看看这个传媒专业的院系设置 先来说一说 这个美国和国内的传媒专业院系设置的一同 首先呢 就是因为对于本科在国内读的同学 想要来申请这个纽约大学传媒系的研究生 那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大学传媒院系的设置 是跟美国基本上专业方面是相同的 非常类似 基本上是分为新闻学 大众传播学 广告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这几个大类 然后除此之外 可能有些细分方向吧 比如说这个公共关系啊 然后这个 波音主持方向啊等等 但是不同的是国内的新闻传播学院 基本上是单独在统一的一个新闻传播学院下面 有的是叫这个传备艺术学院 有的是叫新闻传播学院 这个叫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 NYU就从纽约大学的这个院系设置来看呢 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咱们挨个来说 首先这个新闻学 它是单独有一个新闻中心 叫Arthur Carter新闻中心 这个新闻中心的那个楼呢 和整个院系办公室也是非常漂亮 它这个新闻中心呢 它是开设本科和研究生的项目 然后它的这个强势项目呢 应该是商业和经济报道 这个商业经济报道 就我们去参观 每次去的时候都看到他们这个院系非常的繁忙 有各种的酒会啊 还有social event 然后有很多人去里面参加 就是可见这个院系的社会关系 还有业界的这个关系 还有校友网络建设的特别好 然后就是为大家这个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多 这个social和networking的机会 让大家去更多的跟这个业内的记者们 还有从业人员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 本科项目呢 它分为印刷网络新闻方向和广播电视方向 它是提供五门核心课程 包括新闻调查 新闻写作 多媒体 新闻卖动和高级报道 这五门课程基本上来说是这个新闻学的基础课程 基本上是这个大家需要磨练的基本技能啊 不论是写作啊 还是新闻敏感 还是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新闻里面报选题啊 还有这些 基本上都是看家功夫了 然后研究生他学位有数十个细分 比如说就是咱们说几个哈 新闻与纪录片方向 然后商业与经济报道方向 杂志写作 文化报道与批判等 这个商业和经济报道 咱们前面也说到 是这个新闻学院的王牌专业基本上 然后他这个学生就业前进也非常好 基本上也是被纽约市各大媒体给进行 纽约市的各大媒体所招聘 然后就是声援非常非常优秀也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商业与经济报道 杂志写作还有文化报道与批判 这三个专业的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少一点 原因在于这三个专业对于写作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你对美国当地社会文化 还有包括意识形态的这个批判 还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还包括选取的角度 是非常非常的要求高的 所以就是这三个专业相对来说 国际学生也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但是咱们说说这个新闻以记录片专业 这个新闻以记录片专业倒是 有好几个这个网界的话 中国学生倒是人数还是能见到的 这个咱们说一说就是 申请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学弟 他叫母子健可能有的同学在这个新闻里面也看到过他 他是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叫独生 2014年的时候呢 提名了87届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 后来就是说他是怎么升到这个专业呢 就是因为首先你申请这个传媒专业 还有新闻专业的时候 包括咱们申请这个美国研究生的时候 你的personal statemen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你非常直接的跟这个招生官显示你的人格交流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母子健在写他的personal statement的时候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出生于四川 然后08年时候经历了这个四川汶川大地震 然后他有两个亲人在这个地震里面丧失了 是他的爷爷和他的堂弟的好像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就是作为这次天灾的受害者 他非常的悲痛 然后就觉得说一定要 也见到了身边很多朋友的这个伤心的令人伤感的故事 所以他觉得他希望能够拍就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 然后把这些中间他感受到的人文情怀 还包括这他中间感受过的这个自然灾害的这个悲痛的力量 全部记录下来拍成纪录片 然后呢他的personal statement就非常强烈的写到了这一点 然后他的这个刚好新闻系有一个教授 他08年时候就想去汶川拍这个纪录片 然后但是因为签证的原因 他没有这次没有成行 他一直非常遗憾 刚好他看到了母子健的这个personal statement 他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觉得找到了知己 然后他就招收了母子健同学 所以就是新闻以纪录片这个方向吧 他们对写作的要求相对来说 没有说纯新闻写作那么高 但是他们是以一个纪录片的方式将这个新闻给呈现出来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对这方面 是对这个社会的人文道德观察 这一块特别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好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传播学 就是我曾经就读的这个专业叫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它是位于Steinhard人文学院厂门旗下的 这个我当年为啥选了这个专业呢 这是因为本科的时候有一本书当时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本书是我们这个传播学的一个经典教材 叫娱乐至死 就是你开心的到死 然后这本书呢 它的作者叫尼尔波兹曼 这位尼尔波兹曼呢 是这个媒介环境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时候正属于电视产业 正在蓬勃发展的时期 属于电视行业的环境时期 然后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整个娱乐的方式 还包括商业的这个进行方式 带来了很多很独特的影响 所以呢 所以他就是 不好意思打断了一下 就对人们的整个理解方式 还有对这个社会观察 还包括人们认知的方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呢 尼尔波兹曼他观察到了这一点 他并没有加入当时大众媒体的狂欢 因为人们觉得说 那已经到了电视的 还有娱乐行业的黄金年代了 觉得说咱们这个社会又有了新的媒介的发展 和一种媒体的心情的方式 他跳出了这种 就是大家一片欢腾的这种气氛 然后进行了发人深思的这个自省 认为这种方式呢 是对咱们这个传统的 传播交流方式是有着致命性的伤害 比如说 产生了这个couch potato 就是这个整天坐在沙发里 看天是吃薯片的这种人 然后改变了很多就是这种很负面的现象 所以他写的这本书叫娱乐至死 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呢 给人们提出了一个警醒和一个概念 就是发人深思 所以他创立了这个学派呢 叫media ecology 就是这个传媒环境学派 这个是当今就是当代传播学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 然后也是后面就是纽约学派的一个代表主导力量之一 然后后来我查发现这个尼尔波斯曼这个教授呢 就是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这个我们我后来就读了这个系的founder发起人 后来我就义无反顾的升了这个学院 升了这个专业 然后我也很幸运的收到录取 然后我其实这又是梦校 然后又是这个名师名家 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 很干脆的就来到了纽约大学读这个专业 可惜后来我读的时候 尼尔波斯曼先生已经不在了 就是很早就离世了 他离世的时候 纽约时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来悼念他 然后这说了很多这个背后的故事 然后咱们来说一说 这个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它有五个细分方向 这五个细分方向是什么呢 是分别是media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就是首先咱们就直接简单点来说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是政治媒介方向 就是这个政治报道 第二个呢是社交媒体和整个社会的这个社交过程 第三个呢是视觉传播和文化传播 第四个是科技与社会 第五个是这个跨文化全球传播 就这五个方向它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你这个硕士项目 毕业一共需要36个学分 然后其中呢 就是它每一门课所属的这个类别 就是这都所属这五个细分方向 然后你是只要修过了超过12个学分以上的 这某个方向 你就是属于这个细分方向的 所以不是说就是课是分开的 课完全是整合的 这个咱们到后面的话 慢慢再说 然后说到这个第三个是电影相关的这个专业 咱们说这个Tisch艺术学员 Tisch艺术学员其实整体来说 它是偏production side的 就是偏制作方的 它就是更多的是表演呀 还有电影发行呀 还有这些那样的 那但是它也有几个方向的话 是比较偏传播学 比较偏理论的 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 它有一个方向叫cinema studies 就是这个电影研究这个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本科的方向 是包括电影和电视的 但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偏这个制作方面的 然后咱们重点说这个cinema studies 就是没有就是深入的了解这个戏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戏也挺开心的 就是天天看个电影 然后聊一聊就行了 后来直到我认识了这个戏的一个中国学生 因为这个戏把它招收的中国学生 非常少非常难伸这个专业 然后就是这个学生呢 后来就是跟我说 他是就是当时那几届唯一招生的一个中国学生 但是这几年慢慢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 升到这个t史的这个电影研究这个戏的 后来他跟我说 其实他的personal statement写的特别好 他说真的他觉得自己都觉得非常有震撼力 我就问他怎么写的 这个学生呢 他首先自己个人比较有特点吧 就是他不太跟就与众不同 首先他自己呢是LGBT的类型 就是什么是LGBT呢 就是这个统性恋双性恋 什么就是跨性别之类这种 然后他首先自己所在这个类别 就是整个美国无论是政治大环境 还是这个传媒的大环境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少数派的一个类别 然后他他的一个人生梦想 他说他的PS里面写到就是说 要让大家很要觉醒和还并且一个开放和平等的态度 来对待LGBT的这个群体 就说这个其实是非常迎合美国这个政治正确的 这个价值观的一个PS 然后这里就再次说到这个PS的重要性 就说然后再纠正一点 并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让大家要变成怎么怎么样 把自己弄得多奇怪奇怪 而是要从就是利用PS这个平台 好好地提升自己的这个亮点 然后挖掘自己背景里面的故事 然后以一种更好的方式 然后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 以一种更震撼人心的方式呈现给院西方 好 然后咱们接下来说 说到这个Stern商学院 就是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 Stern有传媒相关的这个相关方向 直到后来我们我们系开了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选Stern的课 我还发现原来Stern商学院下 也有这个传媒相关的一些细分方向吧 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来看的 它是一个MBA的Program Full Time MBA的Program的话 它有一个细分方向 叫娱乐媒体科技 这个的话它是与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传播学系 它是有一些交叉学科的 大家可以互相选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就是这个管理传播学 还有包括这个市场营销和电子 就是这个数字市场营销 这几个细分方向 都是在这个Stern商学院有相关的课程和细分方向 所以就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商业感兴趣 但是呢同时又对媒体商业和娱乐商业 特别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申请一下Stern 好接下来那个公共关系 数字媒体交互 还有整合市场营销 这三个咱们一起说了 这三个呢都是在设在STS体下 STS这个院系呢 是俗称的这个职业教育学院 这个院系的课程 还有这个专业设置的一大特点 就是他们因为 无论是师师还是就读的学生 都是有非常明显和显著的工作经验的 所以就读的学生和受课的老师 他的这个实践性都非常强 所以这三个专业呢 他的设置也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这个在后面的这个课程里 就是我会具体跟大家说 这三个专业的课程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有什么特点 然后说到这个数字媒体交互 还有一个这个Tandon工学员 也设一个专业叫 Integrated Digital Media 它这个是什么呢 是整合数字媒体 它这个专业相对来说 就比较hardcore一点 它不仅要求大家就是对这个媒体有基本的概念 然后同时还希望大家就是有一定的编程基础 就是在这个用编程和这个更数字化 更机器计算机专业的这种交互的这种方式 将媒体给呈现出来 那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七个方向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细分方向 比如说在这个GSAS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文科技研究生学员旗下 还有一些什么拉丁新闻系 大概是地区的一些新闻学研究 还有包括这个SPS 还有一个出版方向 就是这个电子和印刷出版方向的这个专业设置 大概是这样 好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说了这么多 咱们来看看这个申请要求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本科生的申请要求 这个本科生申请呢 是指就是说从那个大一开始读的 截止日期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Early Decision第一轮 截止日期11月1号已经过了 然后Early Decision第二轮 截止日期也是11月1号 11月1号前面那个 是1月1号已经过了 然后这个Regular Decision的 这个截止日期是1月1号也已经过了 所以就是本科生申请 咱们就明年吧 反正提前准备总是没错的 然后咱们这个所需要的材料呢 首先第一个标划考试成绩 这个SAT前面这个学校官方已经告诉我们了 中位分数是1440分 大家记得心里满分是1600 这相当于95%以上的percentile了 然后呢托福要求 国际生托福要求的话建议大家是考到100以上 这样的话是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的 然后作品要作品集要求 这个如果这个得看这个院系不同的作品集的要求了 这个这个得想结合到详细的院系来看 然后第三个成绩单 那基本上推荐来说 GPA至少在3.5以上 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有希望吧 但实际上来说 就我们的以往的这个申请经验 或者是结合到 就是其他的一些资讯来看 要申请成功的申请NYU的本课生 咱们的这个GPA啊 最好是3.7到4.0 因为他录取学生的平均GPA是3.7 然后啊第四个 Personal Statement 我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 就是这个Personal Statement怎么写啊 怎么去挖掘自己内心灵魂的交流和内心的故事 怎么这个变成跟大家与众不同的 写出自己的文章和内心的色彩 这个具体的来说呢 我们其实后人也有很强大的这个导师团队和申请团队 这个我们可以跟根据您的需求 跟您一起挖掘 然后第五个 推荐性这个财产证明和Shore Asset 这个不再赘述 因为就是都不太一样 然后也是比较常规的这个材料 好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研究生的申请要求 截止日期 每个项目都不一样 我知道这好像跟没说一样 所以我后面又补了一句 多数的申请日期是1月到4月截止 这个具体的每个系都不一样 然后那我在下面给大家列了两个具体的专业 大家可以结合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专业 截止日期是2月1号 所以大家有想要搭上末班车的 大家赶紧来 赶紧来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这就是申请2019的报 然后Stern的这个Full Time MBA的这个项目呢 是他的国际学生的截止日期是1月15号 所以很可惜已经过了 那咱们说一下这个研究生的所需材料 首先说一下这个 还是第一项还是标划考试成绩单 GRE和托福成绩 首先GRE成绩 它这个虽然没有分数 这个具体的平均分的说法 但是一般来说呢 是希望GRE总分能达到310分 至少是310分往上 然后这个analytical writing 就是咱们说GRE写作的部分呢 是要4分级以上 然后这个托福分数呀 也是很多专业是硬性要求 托福要在100分以上才行 作品级要求 也是看各种院系的 各个院系的要求 那这个成绩单呢 也是咱们推荐至少在3.5以上 这个几率会比较大 就说是不是3.5是个硬性要求 其实也不是 但是就说只是说 这个概率会变得很大 毕竟咱们这个申请研究生 除了这个标划考试的 还有包括成绩单这些 这些运行要求以外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的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personal statement 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背景 还有实习经历 还有工作经历 等等等等各个方面 好 那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本科转学 这个本科转学 为什么要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呢 因为2019年 就是咱们今年这个夏季和秋季 外校转学生的这个截止日期 还并没有过 它的截止日期 大家可以看到是4月1号 它是5月到6月出结果 所以现在还要转学的 就是同学们呢 可以赶紧考虑一下了 就是还来得及 就是如果你想赶今年的转学 然后转到NYU申请的话 那是4月1号截止 所需的材料呢 首先建议大家 这个有32个学分以上 因为这个院系 学校网站说 就是32个学分以上呢 可能会就是可以 为托福啊 或者说是SAT这些 然后这个托福建议要求呢 也是100分以上 然后高中成绩单及毕业证 然后现就读大学成绩单 或者说咱们如果在美国之前 已经转过大学了 那在美国读过所有的大学成绩单 那都要提交 第六个 这个咱们有一个这个申请 这个要求的一个report 这个report是NYU校方出的 然后是发给你现在就读的大学 校方填写的 就是保证说这孩子 在我这个学校读书期间 这个学术成性良好 然后学习行为也很良好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信 一个表格 很简单的一张纸 然后第七个呢 推荐信 第八个 然后就是额外要求的 这些先修课程什么的 好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呢 就是咱们前面说了 这么多院系专业 它整体来说 分为三类课程 然后这个 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学术类课程 学术类课程呢 它就我的那个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之前我就读的这个传播学专业来说 它是主要是读一些 社会学经典的这个理论 和传播学经典理论 这个课程主要是怎么设置的呢 首先院系会给你要求设置一个 core的课程 就是所谓的这个核心课程 它是一门课 然后在这门课的时候呢 你就是每周去上课 然后教授呢 每个礼拜呢 会给你布置十几天论文 或者是好几本书 这样都是学术经典 你就回家去看 看完以后呢 你就得写设论文 写你的反思文章 告诉他这本书写了什么 一二三四五 按照自己的理解 但是呢 他这个整个 他培养学生的方式 并不是那种填鸭式和灌书式的培养 是跟你说 这本书 这个是什么名词 是什么定义 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 这个说明了什么 告诉我们什么 对社会有什么意义 它并不是这一类 它是给你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某个理论 然后呢 他给你 关于这个理论 有五到十家学者 对这个理论有所研究 那他们的研究 他们是怎么说关于这个理论的 那对于某一个同样的学术问题 这五家大师是有怎么样的观点 他们这观点 比如说A说了什么 B说了什么 C说了什么 那A可能在 就是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时候 又会就是彼此批评对方的学术观点 那你要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产生又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看 说这些学术观点 从你的角度来看 哪些有什么利弊 就是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 就是他的这种学术类课程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刚开始读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枯燥 但是到就是越上到后来 你会发现自己习惯性的去 用这种批判性思维 来研究读这些大家的经典 来学习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 所以他这种 就是传播学经典理论和 这个社会学经典理论的 第一组点是在于 培养学生的这个思辨能力 和基本上的这个学术修养和 你锻炼你的这个学术的思维的能力 然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实践类课程 实践类课程呢 就是就这个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 public relations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的当时他们的同学就跟我们说 他们上课的时候老师 因为老师都是业界 就是正在工作的人 然后呢 他们就会带来很多的案例 比如说 都是基本上是真实案例 比如说这个公司 比如说保洁公司 今天新出了一款洗发水 然后咱们来看看 用你们自己组成学术小组 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来这个 来给这个洗发水 出这个公关的这个计划书 然后用 怎么用这个最短的时间 利用有效的这个资金 在他们的预算之内 把这个产品给退出去 这就是他们案例研究的这个课 然后医学期 基本上有好几门课都是 会经历这样的案例研究 还小组讨论这样的例子 然后第二个是 这个模拟实战 那模拟实战呢 也会是 首先他们也会结合一些 基本经典的案例 然后来做一些 这个 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我刚好说反了 不好意思 刚才说的是模拟实战 这个案 咱们倒过来说 这个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 在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 比较经典的 这些传播学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 万宝路的香烟 的这个广告案例 还包括 比如说历史上 比较经典的这个广告案例 或者传媒案例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有很多 咱们作为国际学生来说 他是不能在课外 就是校外工作的 只能在校内进行一些工作 然后 但是你要怎么进行 就是你要是怎么去校外进行实习 或者说 进行工作呢 你可能就是 有的院系会提供这个学分 然后你这样的话 就可以就是去注册这个学分 来进行这个校外的实习 所以这个时间类课程 也有这个校外实习 学分的这一部分 然后第三个 咱们说是跨专业选课 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在就读这个传媒学专业的时候 因为本专业的课设置是非常理论化的 基本上是作为这个学术研究的 然后 但是有很多学生 他就是并不是想走博士 或者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他是想要有一定的这个实践经验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系 你可以找系的这个小秘 就是这个academic advisor 帮你去申请去校 就是其他专业选课 比如说你对这个商业有兴趣 你想去私人商学院选课 那这个小秘也是可以帮你去 私人商学院那边选到一门课的 然后比如说 你想学这个技术和媒体相结合的这种方向 那小秘也可以帮你去联系工学员 看看能不能通过那边的选课表 来我们去申请去那边选课 所以这是跨专业选课 就是整体来说 学校给学生的这个学术发展 还有培养自己的兴趣 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 大家可以通过就是不停的尝试 还包括以选课这些方式 慢慢的 然后发掘到自己的兴趣点 然后这个培养自己更大的热情 好这是这个课程设置这一部分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说 这个大家很关心 也是非常重要的实习和就业 首先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去找这个实习和就业 就是从哪些地方去找 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个 NYU Watsonman Center for 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这个是纽约大学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中心 这个职业发展中心有什么作用呢 有以下几个作用 首先第一个 它有一些基本技能的培训课程 你可以去那边就是跟老师预约啊 然后就是去让老师帮你改简历 或者它有一些定期的这个seminar 就是有一些课程你可以去注册 然后去听这些课程会教你怎么写简历啊 怎么改自己的这个cover letter 就是自己的这个求职信 然后怎么去这个面试 它都可以就是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同时呢 Watsonman Center还有这个模拟面试的服务 就是你跟老师说 哎呀我马上要面什么什么公司了 我很紧张 你能不能帮我面一下 那个老师就会给你进行模拟 然后呢 Watsonman Center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在于 因为NYU是很多大公司的target school 就说意味着这些公司在就是招生 招生的时候 招聘人员的时候 NYU是它的这个目标院校之一 它就是定点的NYU招生 所以呢 这些公司会在这个Watsonman Center里面 举行一些招聘会 招聘会上 然后会举行一些这个面试 还有这个职业岗位的匹配 所以大家就经常会去Watsonman Center 参加一些招聘会啊什么的 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一个地方 然后Watsonman Center 还有自己的这个就业网站 那个是我们校内这个学生找工作 也是非常有用非常有用的一个网站 当然这个网站这个上面资源两有不齐 大家要好好的看清楚啊 因为上面有的时候还要招一些保姆啊 什么都有 然后不光是这种职业的 所以也就是 但是整体来说是个资源非常多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 院系的这个就业网站 咱们前面刚才说的这个Watsonman Center 是NYU学校的自己的 学校级别的这个就业网站 那针对每一个不同的这个专业 它每一个专业呢 有的专业它就有自己的这个单独的找实习 找工作的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就读的这个传播学呢 它就有自己的这个就业网站 我当年在联合国发展所 这个管理区 从事这个全球传播专员 这一份实习呢 就是在我们系自己的网站上找 那大家要问了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院系自己的网站 它是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就是我们这个院系 本身自己的毕业生 他在就职于某个公司 然后他有这个招聘实习生 和招聘工作的这个需求 他愿意优先自己的校友 所以他愿意投放在这个 院系的就业网站上 还有一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就是 我们比如说我们院系的这个 就读的曾经的学生 曾经在某家公司 某个机构实习或者工作 然后工作表现良好 受到了这个工作 或者实习单位的这个 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就是留下了非常高的声誉 大家都觉得说 我要再招实习生 或者再招人员 我还要从这个院系招 所以他们就还会 就是他们就会指定 这个院系来招生 那我当时就是联合国 那个实习完了以后 我那个老板跟我说 就是因为我们院 我们系之前有个女生 然后在他这干的非常好 所以他就还要在我们系招生 然后我这个做完以后呢 他过两年就给我发邮件了 问我能不能推荐学妹 去给他实习 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这个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学校呢 他不定期会办一些 这个招聘会 这个招聘会 就是规模类型非常大 参加的人数也非常众多 大家呢 就可以挤进去看一看 反正这个场面 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第四个 这个每一个公司呢 他的都有自己的career page 就是大公司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 这个求职的 这个招聘的这个网站 如果你特别特别想 进哪个公司 你可以直接搜 那个公司的名字 然后进去投 第五个呢 就是这个校友内部推荐 然后我知道我们这个传播系 最近新开了 这几年新开了一个项目 叫这个校友导师项目 这个项目是干嘛的呢 就是在读学生 他如果有这个实习 或者说就业 他有需求或者疑问的时候 他就向院系提交一个申请 说我要申请加入 这个校友导师 培训的这个项目 那根据你的申请需求 院系就会给你匹配 符合你需求的校友 来作为你的导师 这个导师干嘛呢 他每周会给你视频 或者说线下见面 一到两次 首先这个导师 他自己一定是在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想去媒体工作 比如说你想去报纸 那这个校友 比如说我们给你匹配了一个 这个校友是在报纸 做记者的 那他会跟你交流一些内部的情况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你的情况 和校友的这个匹配度 他有的时候会邀请你去他办公室 看着他做记者呀 或者做他的实习生啊 之类这种 就是也是个非常好的项目 然后首先 然后这是一些途径 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些 就是传媒 就传媒专业有哪些 类型的这个实习和机会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的 开拓一下思路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传媒嘛 那肯定就是媒体 对吧 媒体咱们 这个俗称的就是 现在网站 然后报纸 电视台 广播电台 这些传统媒体 这都是大家可以进的 就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这个是就是传统的 这个比较 对口的就业招生的方向 第二个传媒事务所 这个事务所是些啥呢 就是其实这个中文有点怪怪的 就是这个Agencies 这个就是说的 咱们说的这个专业的传媒公司 比如说 大卫奥格威广告公司 然后这个万博宣伟 伟达公关公司 这些专业性的这个代理机构 比如说就他这个有 全球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公司 比如说WPP传媒集团 然后旗下有几百个Agencies 然后IPG传播集团 还有法国杨师 这个都是做的非常非常大的了 然后这些 现在这些分工呢 他们也是非常细 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那个就是除了 刚才跟大家说的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 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 然后比如说就随着咱们这个 现在网络科技的发达 这个传统的一些广告公司的投放方式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导致现在就是出现了很多媒体投放公司 他们是专门就是研究这种广告投放方式的 这些Agencies呢 都有很多细分的方向 然后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然后他们不同的Agen 这种不同的事务所呢 他对这个需要员工的这个素质 和他的技术能力要求也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咱们能尽早的规划 咱们自己的职业方向 确定自己知道想进哪一类的事务所之后 咱们就是随着 根据这些要求来培养自己的职业技能 这样的话找工作就是相对来说 要更容易一点 有地方时 好 第三个是一些大的传媒集团 就是除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媒体吧 然后他还有些传媒集团 这些传媒集团呢 比如说我当时在MTV 这个国际总部实习 它MTV其实是隶属于维亚康姆传播集团的 维亚康姆传播集团 旗下还有什么呢 还有CBS电视台 还有拍拉蒙电影场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 Comedy Central电视台 还有什么海绵宝宝制作部 这一些这一系列都属于某一个 巨大的传播集团的 然后还包括就是这个出版集团 纽约的这些总部呢 纽约总部都是在纽约 大家都可以就是利用一下 这个地缘的优势 因为毕竟NU是在纽约市嘛 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大家都可以去利用和挖掘 第四个呢 咱们说的这个非盈利组织 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联合国总部 因为它也是坐落在纽约市嘛 然后世界银行 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 世界银行但是稍微远一点 在华盛顿那边 就是这些也是 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就业方向 因为他们内部都设有这个信息 公共信息的这个部门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公司企业的这个marketing相关的部门 就是你比如说银行啊 制造公司啊 零售公司啊 这种 我知道是两届 两三届以前毕业的一个学妹 她就去了这个 现在的JP Morgan 就是摩根大通银行 做这个企业传播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业的这个途径 和一些可以 大家可以去做的工作类型 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找准 自己的兴趣点 然后最好多尝试尝试 知道自己能做哪方面的工作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好那基本上 今天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儿 然后就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转学 还有这个部分研究生的项目 还没有截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 就是及早来申请 然后给自己一个机会的 下面这个 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可以来问我 好了 咱们接下来是这个Q&A环节 大家有提问的话 可以直接问 咱们这个问题 咱们这个问题 在哪 OK 这边同学有个问题 想申请这个专业的话 本科有什么必须要修的先修课程吗 经历方面要怎么补充 这个专业基本上来说 一般来说是没有这个 特别技术性的先修课程的要求的 但是呢 建议大家申请前 一定要去读一些传媒专业的经典理论 熟悉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专业 它对这个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这个你要如果就是 今天不熟悉以后 就可能会存在听不懂的情况 这一听不懂嘛 这个直接就成问题了 然后尤其是这个语言能力 它这个 无论是从我们这个课程设置 还有平时的作业情况来说 因为基本上每周都要写好几个论文嘛 你这个语言能力 也还是要很大的提高的 听说读写都是需要能够读到语念的 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系 然后就算是美国同学 他的写作能力在美国同学里面 也是算很好的 然后经历方面呢 可以增加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经验 然后还有学习经验 这个就解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联系 我们会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给出不同 看一下还没有其他问题 入读的中国学生大概有什么样的背景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别的项目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我们自己的项目吧 说那个我们自己这个传播学项目呢 当时一届是有80多个研究生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每一届 上一届和下一届 还包括我们这届来说 基本上都有四个中国学生 然后另外呢 亚洲学生也不是很多 就是四到五个中国学生以外 还包括台湾学生 然后以外大概 还有两到三个日韩学生吧 就是日本韩国的学生 这有什么特点 就感觉大家聊了 发现大家都有 这个比较丰富的活动经验吧 基本上都是已经 已经有很多具备实习经历的 或者说甚至是 这个无论是广告公司啦 还是这个媒体的这个工作 然后大家对未来的规划 是非常明确的 基本上我们来说 大家都有这个出国交换的经验 或者说在国外做项目的经验 然后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或者说基本上是这样吧 然后GPA和标划考试 好像也都挺 也都是挺高的 好的 咱们来看看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 毕业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有哪些就业方向呢 首先这个毕业以后就业 它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学术型的就业 那就是从这个硕士 或者本科项目毕业以后 大家接着升研究生了 这个硕士呢 接着升博士 然后出来读博士以后 这个申请的项目也是挺好的 像我们同学们就基本上很多 都升到了这个更好的大学 然后跟了更好的 传媒大家来做 专心做学术研究 然后就业方向也非常多 就是刚才跟大家大概说了一下 可以选择的职业种类也非常多 就是不局限于传统的这个报纸啊 杂志 电视台 广播 这个公关广告公司 就是所谓的这些公司 然后也有就是在企业里面 做产品经理 然后做这个企业的内部传播的 然后中国学生呢 在美国就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就是我记得我们早几年时候 那个学生呢 有不少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回国了 他选择回国 因为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当地 这个就业大环境的问题 然后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就业的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 工作机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就包括 这边有一个 因为这边就包括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 华企 在美企业的这个华企的设立也越来越多了 有很多同学后来都进入了 今天进入了这个 在纽约设置办公室的中国企业 比如说这个 复兴地产啊 什么收购地产 还有阿里巴巴 这个是越来越多了 好 看看大家还有别的问题 从 NYU 传媒专业毕业毕业后 回国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首先第一个 NYU 毕业以后 这个职业 就咱们刚才说有这个职业招聘会 职业招聘会呢 有很多国内的企业直接来 NYU这个学校招聘 所以就是意味着你人没有回国 但是你已经跟国内的公司签署了 这个劳动就业协议了 就是你回国 一般招聘的岗位呢 都是要么是学术的人才 就是这种回高校当老师 要么是做这个大企业的管陪生 这个管管理培训 然后比如说两年的这个 轮岗培训 然后两年以后给你 进行这个管理岗位的升职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毕业以后 你直接回国了 回国以后 他可以找工作的方式 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有好几个学妹 他们都回国了 回国以后 后来都进入了非常明显 我都进入了腾讯 做这个广告投稿 是进入了这个专业的传媒公司 然后进行公关和广告这些 整体来说 是非常受到学内认可的这个专业 好 看一下 传媒专业 GPAD怎么办 申请NYU可能性大吗 我当时有别的学校选择吗 哎呀 这个GPAD的问题 这个是这个 不可改变现状的迷思第一 虽然说 这个本科学生的录取 平均GPAD是3.7 然后咱们也推荐一般学生 是3.5以上申请 但是呢 这个不能可改变的这个现状 咱们就是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 因为这个BPAD不是唯一的标准 这还得归合个人的情况来看 所以这个您有这个方面需求 那请来咨询我们 这个我们会给您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和 这个意见 看看怎么去更好的提升您的背景 毕竟这个传媒学科有很多在申请 它还是属于实践性学科 就是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实践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当时有别的学校选择吗 有的 我当时生了很多 也生了别的专业 就是 然后我当时生了有BU 然后就是波士顿大学 然后生了这个UPN就是宾大 然后还生了这个纽约大学 然后生了密歇根大学 密歇根中立大学 然后还生了佛罗里达大学 然后我当时收到波士顿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的这个路途申请 那我还是抱着就刚刚跟大家前面说的这个一腔热情吧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纽约大学 好看看 还有啥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有一个 NYU转学 2019 秋季截止 请问我是 Top 70的一所大学学生 专业没确定 想要转入纽约大学工程学院 想转工程学院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需要下面这些材料 跟大家这个 刚才转学的需要材料已经跟大家就是展示过了 这带着大家再试试一下 首先这个本科转学的截止日期还没有过 就是外部学校转学生的截止日期是4月1号 是入住今年的夏季秋季的这个学期 那所需的材料呢 就是推荐大家有32个学分以上 然后托福考试在100分以上 这个SAT和ACT是已有学分够多 那这个高中成绩单和毕业证 然后又读的大学成绩单 包括这个Common Application College Report和推荐信 然后这个 就是还需要大家这个 最好是满足院系的先修课程的要求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个先修课程要求如果不满足的话 就是及时转进了这个学校 也是挺痛苦的 就是还是得从头补 好咱们看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像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再联系我们 这个我们以自己这个有限的知识有问必答 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或者愉快的一天 大家拜拜